女人的婚礼上突然发生爆炸 她的亲朋好友们全部遇难 只剩下她和丈夫 多年后 女人被部长关押在秘密的地下室 其实女人是故意被抓 她是来复仇的 女人的手下 带走了女部长的儿子 绑匪将画面传送到大屏幕 绑匪取下头套 女部长看到是自己的儿子 瞬间被吓蒙了 佛波勒查看监控 发现一辆可疑的汽车进入隧道 佛波勒黑妹顺着线索前去追捕 佛波勒找到了部长的儿子 可他身上绑满了炸弹 一旦爆炸 后果不堪设想 然而这个装置是太合金的 就算用等离子切割 也要六分钟才能拆除 现在只剩下两分多钟了 只能猜密码了 佛波勒输入了好几组密码 都是错的 时间只剩四十多秒 部长的儿子情绪非常激动 现在只剩十三秒 黑妹想起女王说过的话 猜到一组密码 迅速输入 终于猜对了 佛波勒赶紧卸下炸弹 扔到盾牌后面 佛波勒看到盾牌上插满弹片 一旦失误 足以炸死房间里的所有人 然而这起绑架 是劫匪故意分散 佛波勒的注意力 劫匪迅速控制住银行 在银行的金库 找到了重要的资料 这时银行的大厅 一名人员出现身体不适 劫匪将男人送出银行 佛波勒对男人进行医治 原来这是劫匪的圈套 女劫匪故意将东西 贴在男人的手臂上 使其脸色惨白呼吸困难 这名佛波勒也是女王的手下 他帮男人脱鞋子 趁机取下鞋子上的U盘 劫匪利用不知情的男人 将重要资料带了出来 女王的手下拿到资料后 正准备离开 突然身后被枪指着 黑妹识破了他们的方法 拿走了资料 黑妹将资料交给了男部长 资料里的视频 竟然是女部长和毒贩老板合作的证据 原来这资料是女王故意让黑妹拿到的 女部长在铁证面前无话可说 男部长思考一番 做出了艰难的决定 黑妹用手铐将女部长靠起来 又一位部长落网了 局面正按着女王的剧本往下发展 女王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接下来她要实行更大的计划 女王露出了满意的笑容